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观赏光颜健康原地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孙威令 光颜社的义工 我们知道每一个为人父母 可能心里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们生育养育教育孩子 我想教育孩子可能是最不容易的一个方式 但是假如家里有一个特殊需要的孩子 也许生来他的智力或者体能的发展 都不能够达到一般的水准的时候 那是特别的困难 我认得了许多的朋友 可以发觉这些父母要教育一个特殊需要的孩子 他所花费的时间精力 可能是一般家庭的四倍五倍都不止 在我们的周遭也可能遇见一些 这些需要特别关怀的孩子们 在现在在美国希望照顾这些残障的人民的时候 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感想 今天我们特别有一位嘉宾 他从遥远的地方过来 就从台湾过来 在这方面呢 他是特殊儿童教育的专家 来给我们就他在台湾教育这些 特殊的孩子们的一些心得 给我们来分享 我们现在就来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汪忠肃明女士 汪女士您好 节目主持人您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大家好 汪女士我想我就跟着大家一起来 叫你叫汪妈妈好了 我说在台湾汪妈妈的名气是很响亮的 而且很多孩子们也很尊重你叫汪妈妈 汪妈妈我想在这里呢 我首先欢迎你风尘仆仆的从台湾过来 昨天晚上很晚的到Houston 今天就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非常的感谢 我了解您在台湾有办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做宝贝班 那我们今天的幻灯片呢 第一张里面就有一个宝贝班 可以放出来给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一些极井的图样 可不可以您从宝贝班开始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情形是怎么样 宝贝班其实是源自于30年前 上帝给我一个特殊额的女儿 事实上她是一个多重障碍的孩子 她被医生鉴定出 她的脑部有32个空洞 然后呢 她的眼睛也有问题 她的鼻子也有问题 她的舌头也有问题 她的支气管也有问题 她的整个脊椎有问题 她的双脚其实是不一样的 她是一个扁平主的孩子 可是30年前在台湾 整个特殊教育是非常不发达的 为了让我的女儿能够活下来 我觉得我们就去看书 然后我们也是请教一些的脑科医生 可是那个时候为了帮助她进步 我们就去设计研发一些怎么样 帮助我的女儿的设计她的脑部 她可以她的脑神经系 她的轴土可以扩张出来 只是我不知道 我做的这些的教材 这些的方法 其实是为别的孩子预备的 那就在20年前 我的教会来了一个 威廉士证的孩子 他领的残障守策是中度滞障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好特别 为什么她的年龄跟我女儿一样 可是她没有我女儿进步这么多 我很勇敢 我就去找这个孩子的妈妈 我就告诉这个小男孩的妈妈说 可不可以让你的儿子 一个礼拜至少三个小时 让我教教看可以吗 然后她真的把她的儿子 带到我家让我教 一个礼拜有三个小时 我就试着把我用在 我女儿的方法跟教材 用在这个小男孩身上 不久之后我就发现 这个小男孩跟我女儿一样进步了 要进步 对 那瞬间 福育我女儿的很多的心痛 我觉得就这样子被上帝一号 是 那个时候 我突然感觉怎样 哇 这个心好喜乐 我那个心变很大 我那时候就在想 我不只要叫一个特殊儿的孩子 我要叫很多的特殊的孩子 可是在福育我女儿成长的过程中 我的女儿常常被别人欺负 我就在想 为什么他们要欺负我女儿 我觉得他们不认识特殊的孩子 我有责任去教导一般的孩子 如何接纳特殊的孩子 所以就在20年前 我就在我的母会 叫做台中荣中礼拜堂 我就成立宝贝班 那这个宝贝班就成为全世界 最特别的班级 有像我女儿是脑部严重受伤的孩子 也有像AUTI症 自闭症 也有ASPERK 亚斯伯格 也有唐宝宝 也有学习障碍的 甚至有植物人苏醒过来的 那个蒙古宝宝呢 蒙古症是谁 是谁哪一种 是唐宝宝 叫唐宝宝 唐宝宝 对 那还有一般的守住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也来了 甚至有爷爷奶奶也来的 他的Range就从幼稚园 一直到年长者 然后我就把我女儿的方法教材 我就用在这个班级 后来我就发现 我女儿的方法跟教材 用在这些孩子身上 不论是一般的还是特殊的 甚至于他们整个家庭的命运 被翻转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好特别 然后刚开始只是一两个 然后慢慢就越吸引人很多 到现在可能就好多的家庭 然后可能有很多的不同国家人 就到台湾来观摩 至少我知道有香港 马来西亚的一些人 看见你这个特别的教法 就来到这边 所以基本上 您刚才所讲的就了解说 您自己家里就有这么一个 特殊需要的一个宝贝 然后你没有放弃 没有说因为有的人家庭 觉得是我这个孩子教不好 人家小孩子也学两次就会了 他教了十次也许还不会 那也没有特殊的方法 没有耐心的话 他可能这个孩子将来就 真的也没有办法进步 以至于将来成为社会上的一个负担 不过您的教法 有耐心 有爱心 而且有智慧 一步步的去教导他 使他将来能够 甚至为社会做些事情 都是很有可能的 我知道您的女儿是 被称作天使歌手 所以这样的孩子 他能够独谱 能够弹钢琴 甚至唱出优美的歌声 这是非常不容易一件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也特别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 假如今天你看到我们的电视节目 假如您的家里面 或者您的朋友 你有认识这样的孩子们 请你跟我们光源社联络 我们的电话就在我们的荧幕上 713-988-4724 所以我们要使这个家庭 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阴影来 明像阳光 就像您自己的亲身经理一样 所以你从一个父母的观点来讲 跟我们观众朋友讲 假如父母的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 父母的心态要怎么来面对 灰心小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去找台湾最棒的脑科医生 找最先进的医院做很多的检查 但是通常医生他们是非常的理性 他们会从医学的统计告诉你 而你的孩子可能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甚至医生没有办法保证 我孩子的脑伤会一直发高烧 什么时候不会发高烧 我觉得是父母听你自己要怀抱着希望 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看了一本书 里面讲到一个唐宝宝 他在美国 他妈妈好像很辛苦教养他 可是后来我看到一张照片 他在教会里面 他是可以弹琴的 可以施琴的 所以当医生告诉我 我的孩子好像没希望的时候 我的头脑就浮现一个图画 那就是我曾经在美国看过一个故事 就是那个唐宝宝 他后来可以在教会服事 所以我觉得我的女儿也是会有希望的 所以父母听你的心里面的 头脑的思想要先改变 然后你的思想改变 你的心情更加改变 你的孩子才可以有盼望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这种特殊需要而容的孩子 你的看法来说 父母们不要灰心 不要气馁 用着爱心耐心智慧去教导 他们一样可以成才 以您的经验来讲的话 就是有很多的成功的例证 我知道等一下我们会有三个特别的 这个好的例子 你要给我们大家来解释一下 好不好 我们现在呢就休息一下 我们等会回来再跟我们的汪妈妈来谈一下 在特殊儿童教育 她有三个特别好的例子 要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经历过这一段的心路历程 怎么样的一个孩子能够从 好像没有希望变成有希望 而且一个有血有泪的这些故事 我们等一会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继续观赏光源健康原地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远从台湾来的汪妈妈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她在台湾所悉心照顾的宝贝班 这些特殊需要儿童 她的经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汪妈妈你好 您好 我们刚才听到您的宝贝班那些极景的图片 我们放一下下一张 好像宝贝班的同学们 还可以表演一些音乐的节目 我们进行放一下 这个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他们在做什么 这是宝贝班 它是一个特殊儿跟一般儿 融合在一起的班级 那我们有一个老师叫高丽杰老师 他也是一个音乐老师 我们就教小孩子敲棒中 那特殊儿他其实是有一些感动的困难 可是一般儿就会在旁边提醒他 那么也是帮助一般儿跟特殊儿 融合在一起 然后经常就会被邀请到一些的地方 去表演那个棒中 这是我们在一个医院表演棒中 是 这个棒中我们在休斯顿叫做 也有一个 我们在休斯顿的光源社里面 特殊儿童中心 也有一个叫守灵队 也也是像一样 也去一些场合的表演 在下一张里面 我们看见好像是汪爸爸 汪爸爸在特别的教导 这些特殊儿我们可以请导播 再放下一张的这个图片 这个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汪爸爸在什么样的场合来教导孩子们呢 这个孩子他叫加米 他是我们宝贝班其中的一个自闭儿 他是在2010年他的妈妈带他来 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 我在讲故事的时候 他会不自主的有一种 就会一直尖叫 那是一种叫妥瑞式症 就是他的肌肉 他不是故意的 他就会不自主的尖叫 然后那个时候他很特别 他很喜欢闻女生的头发 那我就会告诉他说 不可以闻女生的头发 然后他好像听不懂 我讲的不喜欢 他就会继续闻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自闭症的孩子 他在小学一年级就被医生鉴定 他也是一个智障 所以他同时是智障自闭症 跟妥瑞式症的孩子 而且他有一些的很奇怪的动作 比如说你在上课的时候 我的丈夫汪爸爸坐在他旁边 他就一不小心就这样子 用力地踩我先生 我先生就会很痛 然后他很特别是 他喜欢跟别人做朋友 然后每次都要跟你握手 握手的时候他很大力 然后那个荡幕 他就这样一压下去 然后你这边都受伤 然后他看到你 他好喜欢抱你 他就会去抱你 然后因为抱着太太 你就不舒服 你就想要睁开 可是你要睁开 他会跟你抱得更大力 然后如果要睁开 他就整个手指这样 十只手指这样 所以每次我们回到家里面去 我们的那个T恤一脱下 我们的背都受伤 很多的老师是手臂也被抓伤 是一个很特殊的 他其实这样讲 我不晓得 他是不是心里很需要爱人或被爱 希望人家抱他 是不是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觉得也许他这样的情形 很多人不愿意搭理他 所以他碰到有人的话 他就奋力地拥抱 甚至不愿意与他分离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心态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后来他的母亲告诉我们说 当这个儿子被诊断出三个问题的时候 自障自闭跟妥瑞事证的时候 其实后来他的爸爸就远离开了台中 到台北找工作 其实是妈妈单独带他 然后妈妈告诉我们 他从小学到国中 特别是国中的时候 他突然得了一个就是 一直那种尖叫的妥瑞事证 同学们都教他说是恐怖分子 那么远离恐怖分子 就是保护你自己的最基本的 所以他渴望有朋友 他得不到朋友 你下一张的话就是家明的照片 我知道这些图片放出来 您是征求过这些家长和孩子们的同意 在放在这里的 对 他的妈妈说可以 而且他的妈妈告诉我说 也不用改名字 就用家明 就用他的名字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家明 那帮忙家明的这位就是 就是汪爸爸 是不是什么叫 是的 我看 你们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底下有一张这个图样是 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就是放在这个 有一些一个图面 好像有几个玩具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一个 那个 他会跟他拥抱 就是他很爱跟他拥抱 然后就会被抓伤 然后他一直叫 就是他上课 那个时候平均五分钟 你觉得很大声 他就是这么大声 所以对老师来讲 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在跟你比赛声音 那你只要是长头发的女孩子 你就糟糕了 因为他很喜欢去抓着你的头发 闻 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那个嬉皮动作 然后那个指甲是很长 一抓你就 然后他那个 又一个大就是 你坐在他旁边 他就跟你踩下去 很痛 所以后来我们为了保护其他的小朋友 我们就说别人都不能坐在汪爸爸 不能坐在家民的旁边 就只有汪爸爸 他是资深的关顾者 他可以坐在汪爸爸的旁边 汪爸爸常常被他用脚来踩 我想也是 对 相当地辛苦 对 但是还是继续地爱他 所以您是怎么样地来教导这样一个孩子 这样听起来几乎很难 因为他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奇怪的声音 又去打扰女生 然后等等 不太能够受控制 所以 但后来他的 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这样教育这个孩子 帮助的孩子 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的压力很大 可是我们发现 这个妈妈很辛苦 如果你把这个妈妈的头发剥开 他的妈妈是被抓伤 然后你把他妈妈的袖子拉起来 他的妈妈也是被自己的儿子抓伤 可是他妈妈不愿意 他的儿子在宝贝班这样子攻击别人 然后又乱叫 所以他的妈妈就会走到他的儿子面前 他说 家民 妈妈不是告诉你吗 不可以去闻女生的头发 不可以去扣人 不可以尖叫 不可以用脚踏人 然后他的妈妈 就拿起他的手就这样捏 然后就转180度 我们宝贝班的老师都看到 当然不能让妈妈这样子捏 而且转180度 我们就请妈妈到教室的后面坐下来 当我们去跟他陪他的时候 这个妈妈就一直哭 因为这个妈妈已经筋疲力气 他很教授 可是问题是 他一直叫 一直叫 你也没有办法上课 然后我就死一个眼神 让我的脏把他带到隔壁 那是我们宝贝班的隔壁 就是教会的祷告室 那王爸爸就说 家民来 王爸爸说一句 你就跟着我说一句 你把手合起来 王爸爸说一句 他就说 他就教家民祷告 王爸爸就到他说 我是家民 他也说 我是家民 求主耶稣帮助我 不要尖叫 不要扣人 不要用脚踏别人 不要去闻女生的头发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你很难想象 这么简短的祷告 就在他的人生级面 起着很大的化学变化 是吗 对 他的妈妈说 从那天回去 他就学着 王爸爸跟主耶稣沟通 然后有一次 他自己感冒发烧 就去诊所看医生 然后妈妈就为他吃药 然后吃完药 爸爸妈妈就睡觉 可是妈妈不放心 三斤半夜 就跑到儿子的房间 他发现 家民自己跪在床上 跟主耶稣 跟上帝沟通 妈妈很感动 从那一次开始之后 妈妈每一天都陪着 他跟上帝沟通 其实我们说是祷告 他们说是沟通 跟上帝沟通 是 跟上帝的沟通 就是祷告 我们遇上帝 所以很奇妙的 就是我想我们人 有灵 有魂 有体 但在灵里面 虽然他身体方面的 也许有一些障碍 但在灵里面 是跟神是相通的 所以他可以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神的心意 神的爱 也可以经过这个祷告 经过他跟神的接触 让他的身体里面 几乎产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他现在的情形 有没有好转呢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其实有一个关键的一次是 我们宝贝班不是只有一个字笔 是有15个 那时候有15个字笔 15个 有一天上课的时候 家里是坐在这边 然后有另外一个小白字笔 是坐在我的右边 我在讲故事 可是那个小白的字笔 包括什么 他突然间情绪有起伏 他就把他的妈妈 一搓头发 像杂草片就这样拔下来 然后我们的老师赶快 就去按住他的手 可是他还想要拔 可是我们就按着他就不能把 他就想用他的牙齿养妈妈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毛巾把它塞在里面 可是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叫 汪爸爸你赶快过来处理 可是汪爸爸不敢过去处理 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过去 万一等他家里面这样一踩 别的小孩子会受伤 可是其中有一个也是我们的老师 他叫郑老师 他曾经有一次尾随着汪爸爸到祷告室 他想知道到底在祷告室 汪爸爸跟嘉敏在做什么 后来他发现原来汪爸爸是在教嘉敏祷告 他就跟汪爸爸说 你赶快去救这个小白这个情形 结果那个郑老师就坐在嘉敏的旁边 结果那个郑老师以前曾经被嘉敏扣破 一块肉一直流血 然后那个嘉敏又要来了 他又要跟他握手 又要call他的时候 郑爸爸就说 他会想到每次祷告 他的手要怎么样 合起来 但是第一次嘉敏有悟性 可以体会别人说祷告祷告 然后他就不去扣了 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开会 因为我们那次真的上课很混乱 然后我们就祷告 祷告我们就求着上帝帮助这个班级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个小白他虽然行为不好 可是他的爸爸妈妈都爱他 甚至为他每天都排时间到学校去陪赌 可是嘉敏的爸爸已经跑到台北去了 我说如果我们老是都放弃嘉敏 那嘉敏就没有办法 可是为什么人家叫他恐怖分子 因为他人家不知道他渴望朋友 人家只会觉得他很容易把你弄受伤 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要帮助嘉敏 然后我们就这样祷告 然后不知不觉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就有一次我讲故事讲完的时候 隔壁的他妈妈说 王妈妈 今天嘉敏哥哥怎么都没有尖叫 我说对哦 怎么都没有尖叫 你现在到宝贝班去 你也不会按照他尖叫 然后慢慢他抠人可能偶尔会抠 有没有 然后他现在就慢慢的不抠 然后很特别的是他从不会尖叫 不会抠人 他慢慢他的认字也进步 然后宝贝班才艺表演的时候 他会被诗篇二十三篇 从头背到尾 然后他很爱读诗篇 他妈妈就一篇一篇这样 而且就在今年的复活节 嘉敏跟他的妈妈要在我的教会受洗 哇这个真是太奇妙了 这样一个孩子几乎完全不能够自我控制 然后能够再借着祷告 借着你们的爱心帮助他 他能够读了诗篇 还背诗篇背出来 然后行为举止都已经渐渐的趋于正常化 对而且你知道吗 台湾的报纸联合报 还有祷告战胜土瑞市政 就来报导嘉敏的故事 后来就有很多的医生就请教我们说 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 其实我们没有很了不起 我们只是一个愿意用上帝的爱去爱这个孩子的 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让这个孩子进步 可是你很难想象 每个礼拜天在教会的1.5个小时 大于他原生家庭的十几年 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刚才听您讲的这个故事 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听起来本来这些小孩子 在一般人甚至在医生的眼中 说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没有什么希望 但是呢 借着你们的爱心 借着教导他的祷告 让他能够蒙到神的恩典 然后渐渐地趋于正常 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 我们也希望有这方面 孩子有这方面需要的这些家庭 来跟我们联络 我们会觉得汪妈妈在这边的一段时间里面 她会有一些训练 还开一些课 让大家一起来跟着她一起学习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我们再回来继续跟汪妈妈来讨论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继续观赏光严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谈的是 是关于自闭症或是唐氏症 这些特殊需要家庭的一些关怀的工作 我们特别请到的是这方面的专家 非常的有经验 非常有爱心的汪妈妈 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跟大家来谈一下 她自己亲身的体验 在过去这三十年的一些经验 非常的可贵 汪妈妈再一次回到节目里面来 刚才我们谈到了第一个案例 就是那叫 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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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那第二个案例 你要跟我们来提一下 一个叫做凯文 就是文文 你们叫文文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文的 这个家庭的图 好像一共有三个人 跟他们在一起 就从这张图面面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的了解文文 你提过是 她是一个重度自闭症 是不是 然后是从小就是被人欺负 因为她重度自闭等等 而且已经被两个机构拒绝她 就是她父母想要送她去那边去学习 去怎么样的话 人家拒收 那最后被你收留下来了 是不是 然后这个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一个她的这个图样 这里面 等一下放个图片 所以请娃娃把我们介绍一下 好不好 其实文文 她的本名叫凯文 她曾经是被两个机构拒绝 在台湾 如果你领的残障手册 是重度自闭 大概也没有语文表达的能力 然后她已经28岁 所以家里面也很吃力 所以就把她送到一个特交的中心去 可是她有严重的分离焦虑 她爸爸一走你知道吗 她就在Santa 她也不吃饭 那就整个人在Santa 两个礼拜就暴瘦了14公斤 Santa吓死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会不会出人命 后来就让爸爸把她带回去 后来她的爸爸妈妈不死心 又找到另外一个机构 可是那个分离焦虑 还是没有办法克服 可是她的爸爸就是硬着 把她放在这个机构 她就跑了 可是你把她放着 她就赖在那个地上 她一整天都不起来 她连吃饭 甚至于在那边拉死拉鸟 都在那个地上 她就不动 然后最后 很可怕是 她拉了大便之后 她只会拿手来玩大便 还吃大便 所以机构吓死了 就把家长把她带回去 最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宝贝班 已经在11年前开始办营会 然后有朋友介绍说 有一个教会 有一个营会 你可以去参加 所以那个时候 她的爸爸妈妈就把 那个凯文就带到我们的营会来 抱着一线希望 看看 看看你们 所以你们没有拒收她 没有 没有 所以你们是来者不拒 这个是非常 非常好的 那然后 我们看一下底下有 说她有焦虑不安 然后 在你们的营会 那我们来谈谈你的 这个营会好了 就除了宝贝班之外 还有一个营会 营会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下 开始的 然后她是多大的一个规模 那她怎么样来帮助这些孩子们 营会应该是源自于 11年前 台湾的台中的荣种 它有一个罕见疾病基金会 那边的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叫徐三进 徐医师 她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 他们想研究小胖威力 这样的一个症状 他们想收集医学data 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 只有101个小孩子 是得这种病的 他们要收集医学data 想办一个camp 可是他们就不会照顾特殊儿 因为这些小胖威力 就是滞胀的 然后他们就请了 我们宝贝班的团队 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特教博士 张琼慧去 那就是开始用营会 后来他们收集了 两年的医学data完 他们就不办了 但是我觉得怎么可以 关心人关心了两年 就又要那个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 有一个叫环卫长老的 他很棒 他就办了第三届的小胖威力 可是到了2008世 你这回家这个名语叫小胖威力 这是什么意思 小胖威力你们一定知道 就是说有些孩子 因为他的蓝色体有突变 他零岁到两岁 是跟我们是一样的 可是到两岁之后 他没有饱足感 他会拼命一直吃 他都吃不饱 所以就变胖 胖 对 然后可是他有一个特征 他那个脚是细细的 上面是很胖 然后脚脚细细的 然后他会伴随着 有糖尿病啊 很多的心血管的疾病 很年轻很小就会得到这些疾病 很小胖 是是 然后你们就 营会就一直办下去了 第三届 然后就继续下去 到今天2015年 应该算起来是11届了 那您在这个营会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可能一开始可能要去招募辅导 因为那个时候我会到我们 台湾有一个叫做大专领袖班 是一个台湾校园福音团去办的 我就去找那些的基督徒的大学生 研究所的学生 我也有一个盼望 我要趁着我年纪衰败之前 我要把我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人 所以我就去找他们 你们愿不愿意来跟我们团队学习如何关怀特殊孩子 我这想很不太容易 我像大学生的生活多采多知 对不对 他要去买东西 参加party 郊游 爬山 这些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但您居然想到 请他们来照顾这些 很难缠的这些小朋友 所以这个工作不简单 那您办到了吗 招募了几个人 我觉得一开始是第一年 2008年一开始是8个 后来上次又补给我12个 20个 到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每一年是辅导太多了 而且可能是你明年的 今年就要开始排队 对 这样子 有的人想要来做辅导 还有这个 还要再等下一年才能够 中国大陆香港 马来西亚都有人 甚至于明年会有美国来的辅导 也要报名这样 那这是太棒了 这跟我的想法 我本来以为你大概就是招了8个人 可能以后人越来越少 最后 但是人数还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增加 那这是一个真的是爱的感动了 我想你们做了最好的示范 因为你们的爱心帮助了他们 这些小朋友 所以人家看到 是不是因为看到你这个榜样 不然的话 我来想的话 是不容易的 我觉得是看到 营会里面辅导的榜样 就像这个凯文的辅导叫方寒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 他来也有严重的分离教练 可是我们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去上课 所以我们就让爸爸妈妈走了 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凯文做什么事情 你只好接近他 任何人哦 接近他就跟你抓 所以辅导的手臂通通都是伤 然后辅导的督导去 鼻子也受伤 往爸爸去 他的手臂也受伤 可是这是第一天就很严重的受伤 可是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我们在开检讨会的时候 辅导就没有受 我说你要分享一下 你看你的手臂都都伤 他竟然告诉我们说 我身上的伤是荣耀的记号 你很难想象 如果你被一个孩子抓成伤 你觉得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你觉得如果这个年轻人将来进入到社会 不论他去哪里 他是不是一个生命非常好的 第二天他突然想到点子很有创业 他怎样他就唱歌给他听 他说他把全部他在头脑里面会背的歌 全部都唱给他听 然后我们当时就发现 这个孩子本来是分离焦虑很严重 慢慢他会笑了耶 到了第三天辅导怎样 就怎样把他带到教室去 而且在做美劳课 这个辅导很棒 他没有帮他做 他就说你可以把这个亮片贴在皇冠上 每一次贴上去的时候辅导就怎样 给他极大的赞美 辅导说他一天讲的赞美的话 可能他一年以前才能够全部讲完的 后来突然间怎样 就叫他去拿垃圾去倒 他本来都不会动的 你知道吗 他就把垃圾拿去垃圾桶倒 垃圾方说想说 他喝了那么多水 应该到洗手间去尿尿 结果你知道吗 他说去尿尿 结果怎样 他真的去尿尿 那个时候你知道 全部人好兴奋 因为他从来不会一个人单独去尿尿 这个改变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这个爸爸妈妈你知道吗 好感动好感动 更难得的是 营会结束之后 关怀行动开始 这个方寒这个辅导 他就两个礼拜 有时候就邀他团契的同学 有时候就邀他教会的弟兄姐妹 一起去探望这个凯文 然后凯文他的妹妹 他的弟弟也是自闭了 这个家开始怎样 气氛氛围就不一样 而且他们还会带他出去交游 然后现在方寒已经毕业了 已经离开台湾 回到他的祖国在马来西亚 可是方寒已经带了很多的人 去关心这个凯文 所以这个希望不会坠落 这个希望永远在遥远的天边 让他们持续的 一直往前面 那个困难的道路去走 我们这是不是有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 是不是有凯文和方寒的照片 在这个我们的档案里面 在焦虑关的里面可不可以请导播放一下 对对对 这个就是银会的第一天 你看他非常焦虑 你看他的手在扣人 然后那个穿白色T恤的就是方寒 然后穿绿色的T恤就是方寒的督导 叫必星 这就是我们的银会里面有福导 然后福导的上面就是福导的督导 所以就是在这个银会里面 你了解就是在银会里面 这银会是短短的 四天三夜 四天的时间 可是对福导是七天六夜 可是对孩子是四天三夜 所以这个稳文凯文的话 就是在过去这种你说焦虑 然后这个会抓人这种倾向 就是在这个银会的这个三天四天的时间里 他改变了 他改变了 就这样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他可以去做美了 他可以自己去拿垃圾去倒 他会自己去尿尿 然后他会自己吃饭 那你觉得他这个改变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是怎么样使他改变 我觉得是整个的气氛 看他的眼神 我们要辅导你在对待孩子的时候 你要用你全心全意的爱 那个爱是从你的眼神 从你的语言 从你全部的肢体语言 你告诉孩子 我是爱你的 我觉得当那个爱被孩子感受到的时候 那个爱就是最大改变的动力 这个真是非常的感人的 这些年轻人 就是不怕被抓伤 不怕在那边很单调的去跟这些孩子们讲话 他真是完全用这个爱心 就是说甚至被 他说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这个真是一个我觉得基督徒这种爱 为爱人舍己 爱人如己的这个表现 就在他们这些年轻的基督徒上表现了出来 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 没有条件的去爱这些人 拥抱这些人 使他感觉到 其实这像凯文 这个他的心灵里面 他迫切需要被爱 因为他接触的太多是被拒绝被人歧视的眼神 可是当看到一个关爱的眼神的时候 我想他的心被融化 其实特殊我的心是敏感的 他可以感受到你接纳他 你是在爱他 他也愿意改变 他也愿意改变 只是他所接受到的大部分是负面的信息 是他被逼到一个这个墙角的 他没有办法只好做这些挣扎等等 所以真是 这真是宝贵的一刻 我们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想今天跟汪妈妈这样谈到这以后 我们可以了解一个 这个特殊需要的孩童 他的心还是柔软的 他需要被爱的 甚至他也有爱人的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对他们 有一个更多的了解 我们也在想到 假如我们中间 有知道有这样的需要关怀的孩子 请你跟国外人社联络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继续的收看 光炎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谈的是 对特殊儿童的一个关怀的工作 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从台湾赶来的汪妈妈 汪妈妈 我们谢谢你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我们在最后一段时间里面 我想你还带来了另外一个范例 就是叫乐乐的这个女孩子 然后讲完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让我们今天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能够对特殊儿童教育 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孩子们 其实他们的心灵里面 还是很敏感 很需要被爱的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借着今天的这个课题 我们给我们的社会也来一个呼吁 我们能够重视他们 帮助他们 使我们的社会能够变得更美好 汪妈妈妈 我们借着下一次 这一个幻灯 就是叫乐乐的生命 好像风中的禅足 这个我们请导播把这个放过我们这边看一下 就请你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乐乐 同时我们给大家知道 乐乐和她的父母亲 都是经过他们的同意 愿意把他们的这个生命 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好 汪妈妈 给我们介绍一下乐乐这个孩子好吗 乐乐这个孩子 她其实13岁之前她是OK的 她会说话 她会自己吃饭 她会肿路 可是13岁之后 她得到一个病叫做罕见疾病 那个医学 台湾的医学还没有办法筛检出来 她妈妈告诉我是抽血之后 把这个血寄到日本 日本的医院的设备筛检出 然后这个病很特别 她得到这个病之后 她的身体上的每一个的功能是衰退的 她本来会走路 变得不会走路 本来会说话的 跟人不会说话 而且会流口水 然后她的头就会一直滴一直滴 说你把她这样子一直推 然后她包着纸酿 她变得在喝牛奶 你知道吗 然后她妈妈就把她带到台大复健科去做复健 那复健科有很多特殊儿的爸爸妈妈都在陪伴他们的孩子 可是她发现这些孩子做了半年一年都有一点点进步 可是她的女儿都没有进步 她好气馁 那一天离开台大复健科之后 那个在开启次看到红灯 她就不想停 她妈妈告诉我说她要踩住油门 然后最好她跟她的女儿就撞上安全岛 最好他们两个就死在那个车上 可是她就是想就是没有勇气走 后来就有人告诉她说 有一个教会还有一个营会是接纳这种特殊儿的 所以她就把她的女儿就报名就参加我们的营会 好奇妙 她就在那个营会里面 她很像就对上帝就慢慢的认识 然后她就有一个盼望 就说她以后这个孩子其实在天堂的时候 她的身体是会被主耶稣医治 她就有这个盼望 然后她竟然就把这个盼望传给了她自己的女儿 那么就在去年2014年 她妈妈又带三个都是不认识主耶稣的家庭 也是在台大附近跟认识的 她带领了三个 所以她就有资格再次参加我们的营会 就在那个营会里面 她的照顾她孩子是一个叫流量室 是一个医学院医学系四年级的一个小男孩子 可是她不会说话 她不可能去听故事 也不手也不会动 不可能去做美 然后她也不可能 不会跑也不可能去玩室内的 所以辅导就推着推着 带她去看大地 我们是不是有一张照片 这个辅导对她的照片 我们可以放一个来看一下 是吗 对这个 中间那个男孩就叫亮雪 亮雪 真是好可爱的这些年轻人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她就会 那个亮雪她会弹那个吉他 弹吉他的时候 她就觉得很特别 只要那个有一点点 你对她笑 然后她的眼神就很温柔地看着你 然后她发现 其实这个孩子应该是听得见 而且这个孩子应该懂 她在做的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辅导她就写淫秽心的 她说小孩子的脸庞 轻轻地绽放出笑容 她就觉得这个小孩子好喜乐 而且她的眼神里面 没有任何的虚假虚伪 然后她就四天三夜就照顾这个女孩子 她就很感动 她就写新的 然后用一首歌叫做眼中的天堂 就来颂赞这个软弱的生命 在软弱中有刚强的生命 你知道吗 到时候这个曲子后来在广州 在吉隆坡甚至于在台湾 每一个人听到这样 都好喜欢 而且她就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医生说 她大概剩下几年 她妈妈说 医生说大概四年之内 她的生命就会一直退化 退化到最后就是死亡 就是在等待她 为什么她会看见那个眼中的天堂 后来我们知道了 因为她的妈妈把信仰传给了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知道 她其实是知道的 她说不算 她知道她有一天 她真的会怎样睡着 可是她又喜乐 她有一个永恒的天家 是为她预备的 可是这个量学 她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 她的心中有耶稣 所以她就可以看到 那个女孩子的眼中的天堂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 然后在台湾有很多不好的事情 那个时候大家就会想起 她坐的这个眼中的天堂 真的是感觉苦难其实是有答案的 可能在今世没有 可是你知道有一个天家是为你预备的 你到了天家那个时候 你的全部的不好的器官 全部都被医治了 而且主耶稣是怀抱着你 所以你很难想象 一个在等待死亡的一个多重障碍 罕见疾病的女孩 她的心中是有盼望的 那她不是比更多活在世上的更有福气吗 是 我非常同意一点 因为很多人也许拥有很多的财富 也许很多的事情她可以做去吃喝玩乐 但是她心里面 其实心里面可能很痛苦 因为在世上很多的事情 亲子间的关系等等 那这个女孩子她非常的单纯 对 她心里面就是 好像心里说看见了天堂 她没有什么世俗的事情去烦扰她 然后一些好朋友照顾她 那她那个心里面觉得那么样的纯净 所以说你说她的笑容也是很纯真 然后看见她 虽然是有时候大部分看见她的是 表情也许很奇怪 但是她心里面 说看见了天堂 心里面 那真的是好美丽的事情 对 那这些年轻的朋友们 我也真的是 也觉得也很感动 他们就是说在这个营会里面 就是特别去 每一个年轻人 或者几个年轻人 就要照顾一位这样的孩子 是不是 你们大概是怎么样 像热热她比较是属于多重障碍 她就有两个年轻人照顾 那有些自闭又有攻击行为 那可能要三个照顾 但是至少会有一个年轻人 去照顾你的孩子 然后这些的辅导 在营会的辅导行前训练 她经过四天三夜 很严格的训练 对 是啊 我想就是说 一般来讲 我们说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宝宝 父母亲也是焦头烂额 疲于奔命了 对不对 那你们在这营会里面 要照顾几十个上 大概 七十 七十到八十几个 七十多个这种宝宝 要聚在一起的话 那可真的是 而且各类障碍都有 而且各类障碍都有 那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而且你就一直这样办下去 那这样使你心中坚持着 要这样去做的一个动力在哪里 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告诉我 他的孩子 年轻的孩子念大学 他是不懂得感恩的 可是营会结束之后 回到家 他发现他孩子的生命改变了 他不再跟爸爸妈妈顶嘴 你说这些去照顾的年轻人 对 那些的基督徒的大学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大贵贵姐姐 是有些可能家里面 有那个老年失智症的 那些的孩子竟然怎样 回去会跟奶奶洗澡 然后那爷爷躺在病床上 是会打便的 搭在纸尿库上 那些的辅导会干嘛 爸爸不会玩子娘 过这些的辅导 因为就说就会棒 而且换的时候会怎样 用光爱的眼神看着爷爷 而且要编唱歌给爷爷听 然后要打他的屁股的时候 是温柔的触摸 他们用他的那么一个 神创造他们的器官 在跟爷爷奶奶 他跟人本来是冰冷的 可是特殊的让他们回温 让他们的那个 那个血液里面那个温度有人 他本来是冷漠的 可是他变得很有热情 所以我觉得是 这些特殊孩子的生命 去撞击了这些年轻人的生命 这就是为什么 因为值得我们很辛苦 要持续地走 当然对那些的特殊儿 对特殊儿的爸爸妈妈 对特殊儿的一般手足 是很有帮助 可是更大的投资 是在这个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将来 他进入到社会 不论他是在哪一个工作岗位上 他是有热情的 他是有爱的 因为他们遇到困难 他们没有放弃 而且甚至就像 就像你被抓 你还就是一个荣耀的急 那这个他将来 在任何的工作岗位 我觉得都会不一样的 这些年轻人实在是 太可贵太可爱了 因为跟我们现在 时下所看见的 一般的年轻人 我们的观念来讲 跟我们来讲是有代沟了 我常常看现在的年轻人 我觉得 哇 这些年轻人实在是 追求时髦 想穿名牌 然后想开最好的车子 想吃喝玩乐 然后工作要最少才好 然后碰到有麻烦的事情的话 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这些年轻人 他能够 真的是放开这世上的一切 能够去 用这种心去 关爱这些孩子 我觉得这是 太不简单了 这中间的这个变化 我想 不但是你们有好的榜样 我相信就是说 这些孩子 你说都是基督徒 是不是基督徒来的 我相信是有神的爱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记得圣经里面说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当神的爱在他们的心里 去改变了作用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摆脱这些 世上一般年轻人的这些 这些看法 或者骄傲 拿开了 能够真心的去拥抱 能够去关怀这些孩子们 这个真是特别难的 而且呢 他们去了以后 他们自己也脱胎换骨 就是刚才您所讲到的 他们都回去照顾这些老年失智症 这个也是一般人很难去承受的 他们就这个耐心就来了 而且还能够高高兴地唱着歌 那这个真的是 哇 假如社会上多一些这样的人的话 那整个的社会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所以您的这方面的工作的话 非常的有效果 对于社会的这个正面的这些影响 是真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我觉得更可贵的是 影会结束之后才是故事的开始 才是故事的开始 这些的辅导 就持续去探望那些的家庭 他们好像就在台湾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面 他们在闪闪发光 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 我们的节目呢 现在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 所以妈妈冒险 借着很短的时间 你把今天给我们讲到 就是说我们如何的去面对 在我们现在世界里面 这些这些孩童们 然后如何借着它 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 给大家一些鼓励和勉励好吗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一个特殊儿的父母亲 请你不要一直觉得说 为什么是我 你要问的是 为什么是要是我 来抚养这个孩子 或许上帝要像我一样 要送给你极大的祝福 我的女儿就是我万中选业的祝福 如果社会上 如果你看到一些的治癖儿 有些人你会觉得很害怕 你有恐惧 其实那是很自然的 可是可不可以让你自己 多一点点的勇气 你走进去 你会看见他们残缺的外表里面 其实是很善良的 即使会攻击人的 他也是渴望被爱的 如果你短暂的生命 你可以改变一个孩子 改变一个特殊儿的家庭 让他们感觉温暖 其实那温暖之后 会回到你的身边去 为什么 因为你在关顾这些特殊儿的时候 你在关顾你自己的未来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年老的时候 我们也是有残缺的 我们也是有衰败的 而且你也不要认为 那些的孩子什么都不懂 那些孩子很懂 其实他们很敏感 他们甚至于比我们还要干净 他们很纯洁 你会享受到像天堂般 那纯洁的爱 希望你很勇敢 像我们一样去贴近特殊儿的家庭 谢谢你们 谢谢王妈妈今天到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带来一个 真是充满爱心 又充满激励的访问 我们希望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谢谢你观赏我们今天的节目 希望今天的节目带给你生命一个激发的力量 我们也了解这些基督徒的青年们 他们的爱心实在是给我们很大的激励 就好像像在圣经里面 我们也说过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得永生 各位亲爱的亲爱的朋友 假如您有对教会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需要教会的帮助 请你跟光颜色联络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谢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愿神祝福您和您的一家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